好,在这一边呢,我要进入那个 form 4 chapter 3 simultaneous equation with one linear 和 one non-linear equation 的题目之前呢 我要先帮大家复习一下form 2 chapter 2 的那个一些基础 首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,我有 a 加 b 的 square ok, a 加 b 的 square呢,理论上来讲 你必须一眼看到就知道是 a square 加 2ab 加 b square ok,这个怎样拿到的呢 他就是 a 加 b 然后乘 a 加 b 然后你这一边这样乘进去,这样乘进去 然后他会变成 a square 加 a b 再加 b a 然后再加 b square, a b 跟 b a 一样,加上来是 2ab ok,同样的,我有这一个 a 减 b 的 square 他会变成 a square 减 2ab 加 b square so 你中间的这些步骤,你必须会跳掉 你必须能够 skip 掉中间的这些 step 就是他给你 a 加 b square,你直接写成 a square 加 2ab 加 b square ok,你如果你这个东西不会的话呢 你在做那个 form 4 chapter 3 的题目的时候,你会很慢 ok,来我们先看一些例子 就是说,如果我有 x 加 3 的 square 的话呢 ok,他会变成了 x square 加 6x 加 9 ok,有一些天才学生他就会写 x square 加 9 那就完蛋了 然后就会有学生问咯,老师这个 6x 讲来的 我们就是前平方 我的这个的口诀呢 这边,这个我的口诀是叫做什么呢 我的口诀叫做,那个 前 前,ok,前平方,后平方,然后前后两杯在中央 前平方,后平方,前后两杯在中央 前面的 square,后面的 square 2乘以前面的,再乘以后面的,再中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,这个它会变成 x 的 square 3的 square,2乘以x乘以3在中间 所以6x在中间 ok,如果我有这个 y 减 5 的 square so,这一题呢,它会变成呢 y square 减 10y 加 25 我怎样拿到的呢 y 的 square 减 5 的 square 然后加 2y 减 5 ok,所以它就会变成减 10y 然后y square 减 10y 加 25 就是这样来的 前平方,后平方,前后两杯在中央 这个其实我是把它想象成 这个是什么 y 加减 5 的 square 这样来想象 ok,其实如果我不要这样想象的话 直接减 中间加,中间放加,中间减,中间放减 后面的一定是加 ok,因为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个加 b square,加 b square 它后面一定是加的 所以它不可能会是减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前平方,后平方,前后两杯在中央 ok,so假设我有那个 3x 加 1 的 square 这个它的答案呢,会是 9x 加 6x 加 1 因为这个是 3x 整个的 square 2乘 3x 再乘 1 再加 1 square 所以前平方,后平方,前后两杯在中央 好,假设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 7y 减 1 的 square ok,这样这个 好,这个呢,它会变成 49y square 减 14y 加 1 ok,因为它是 7y 的 square 加 2 7y 减 1 再加减 1 的 square 前平方,后平方,前后两杯在中央 ok,你自己心里想 你的那个,有一个手指 是一个 2 在那边 2 7 4 减 14 2 3 6,然后它就会变成 6 2 5 减 10 2 3 6 6 所以它中间的那个,你想象它有一个 2 在那边 这样,好 假设我这边我有 2 x 加 7 的 square 的话 好,这一个呢 它是 4 x 加 28 x 加 49 因为它是 2 x 的 square 加 2 x 2 x 再乘 7 再加 7 的 square ok,所以我有 4 x 加 28 x 加 49 然后如果我在这边,我有 3y 加 5 的 square 好,所以这个是 9y square 加 30y 加 25 ok,因为它是 3y 的 square 2 x 3y 乘 5 再加 5 的 square 当我看到它有 5 的存在的时候 我就会心里想 2 x 5 变成 10 10 x 3 3 升 所以你不用写中间那行的话 你就心里想 25 x 3 3 升 然后22 4, 47, 28, 28 在中间 ok,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很快的拿到 ok,假设我在这边 我有 4 x 然后 加 3 的 square 好,这一个呢 它会变成呢 16 x square 加 24 x 加 9 ok, 4 x 的 square 加 2 x 4 x 加 3 加 3 的 square 这样,23 6, 64, 24 24 8, 38, 24 ok,你在这边 你想像有一个 2 这样 ok,好 然后 接着我在这边 我有 3y 减 7 的 square 3y 减 7 的 square ok,好 3y 减 7 的 square 的话 好,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呢 9y square 减 42y 加 49 ok,因为 3y 的 square 加 2 乘 3y 乘减 7 再加减 7 的 square 好,减 7 square 49, 33 9, 9y square 23 6, 67, 42 减 42y ok, so 我这边的这一个 你就是想23 6, 67, 42 减 42 所以你在这边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做到的是怎样呢 就是中间这一行的 你不需要写出来 ok,你就直接它看第一行了 然后你直接把最后一行的那个写出来 ok,你必须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ok,就是 x 加 3 的 square 直接 x square 加 6 x 加 9 y 减 5 的 square y square 减 10y 加 25 你看到这个,哦,300-7 的 square, 9y square 减 42 y 加 49 如果你这个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的话 等下我去到那一个 simultaneous equation 的时候 第一行 你就会 不懂我在做什么东西 ok ok,这个你一定要会这样的东西 你不会这样的东西的话 你在做练习的时候 好,所以这个expansion ok,这个是 啊 这个,这个读中呢 他有给他名字的 ok,这个叫做完全平方公式 在读中的时候呢 这个,这个他有名称 给他的那个名称 他给他的名称叫做完全平方公式 哎哟,他就是不给我写字了 我会写字 在那边,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 在那边,完 ok 好,在读中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完全平方公式 ok so,啊 理论上来讲 我们访问 chapter 2 的时候 就有写过这个 ok,然后当时呢 我都有跟我学生讲 ok,如果你 你 有可能拿MX的话 你一定要会这个 因为我们到MX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 然后 啊 你不会这个的时候呢 你的MX老师 就会那边很生气 哈,你懵吐这个东西 写到哪里去了 这样 ok,这个是其中一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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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